因为开始跟您提到高雄的田辽以及台南的南华发现的死亡幼欢 简体宋宴都证实有狂犬病毒的反应 而高雄和台南两地今天都扩大为宠物来注射狂犬疫苗 南华的山区更直接投药防止疫情扩大 26号在台南南华山区被民众捕捉到了幼欢 没有多久就奄奄一席无法站立 宋王检验后证实已经感染了狂犬病 让台南南华山区也成了疫区 市府人员一早就进行大规模的消毒 同时施打疫苗要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这不但是全台第7例感染狂犬病的病例 也是首次在台南发现感染狂犬病的幼欢 而高雄田辽27号也发生幼欢攻击民众 却被家中饲养的两只黄狗咬死 如今证实攻击了幼欢感染了狂犬病 两只狗目前也已经进行隔离 而在高雄大树民众还发现了死亡的白鼻心 担心疫情蔓延高雄市也增加了狂犬病 疫苗紧急注射的地点 虽然白鼻心目前还不确定是否因为狂犬病而死 但是随着台南高雄都相继成为疫区 真的让许多的民众现在相当担忧